我对现在的人生是有盼望 让我更积极地生活 它让我敞开了胸怀 快乐且勇敢地面对病魔 重新规划人生积极地抗癌 我叫玛丽湘 1994年我被确诊第二期的乳癌 16年后病情复发 已扩散到肺骨头淋巴 是属于第四期的乳癌 做人最重要是 性命是最重要 因为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 这个让我学习就是 人生是一种考验 是很短暂的财势 只要以平常心来面对自己 在我有生之年里还有气息 就要活出美好的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色彩 我是陈秋凤 今年46岁 患上乳癌两年 我现在对我的人生的看法是开心 还有健康是最重要 认识很多癌症病患者 鼻子鼓励 还有看到他们这么开心 我也觉得我应该开心 他们都是很喜乐 健康地过着每一天 患上这种病啊 不要怕 不要紧张 勇敢地活下去 是有盼望的 我是周安妮 我患的是肺癌 我觉得人生健康最重要 健康有钱买不动 做人不要说 我现在是很辛苦 不要说我现在怎么办 不要去想他 向前看 什么事情想开一点 然后他好珍惜 珍惜里面身边的人 还会我们的父母姐妹 好好好地疼爱他 我叫中亚连 今年八十一岁了 我中的是血癌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在哪里 你心向前方的 你必须得生日成功 你需要享受 做什么想法 做 工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以及 如何能够得更加祝福 我们能够得更加祝福 更重要 我们可以开始看自己的心情 如果我健康 我要继续持续健康 所以我可以继续做的事情我喜欢做 甚至可以帮助别人 成为一个祝福给别人 我的名字是Katherine 我曾经认识与Cervical Melanoma refused 我写一下 Τ的vore here 你也给大家吧 过去